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节目每周播出的时间只有三次都是精彩的事先预告 所以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老师的YouTube币 还没有加入老师Telegram粉丝团跟Telegram粉丝团的朋友 还是要麻烦你尽速加入了 事件规划事后验证好了 我们在7月1号的节目已经跟大家说了 波段讯号 确认多方 当天收在11703 好 到了今天为止 大盘已经来到12116点 短短这四天之内涨得快要400多点 外资勤务今天是调节了5,433口 好 这个月呢 是我们在6月20号给大家预告的什么月份 贪囊地劫 对不对 贪囊地劫是什么东西 好 6月20号预告 那我已经对新朋友没有看过去年预告的朋友 那么我已经不止一次 两次 这个大概是第五次了吧 我第五次举了这个例子 我说2019年啊 我们一样有连续10个月的验证 那么其中有两个月 两个月 一个在2019年的7月1号 一个在2019年的12月25 那都在预告 那个农历月 接下来那个农历月 都叫做贪囊地劫 贪囊地劫是什么意思 7月有过一次 大盘走成这个样 走成这个样 那么这个1月份的贪囊地劫 就是在12月25号给大家预告的贪囊地劫 它是什么东西 也一样 都有投机热钱 火上加油 但是要提防什么 贪而后失 那么在1月份的贪囊 OK 它是长大盘了 它是长成这个样 但不论是1月份的贪囊 或是7月份的贪囊 我们都曾经在2019年两次见识过 当月怎么样 股市是崩盘吗 不西啦 对不对 这已经第五次举例子了嘛 当月是崩盘吗 不是崩盘 不仅不是崩盘 而且还会是一个什么 非常天人交战的时候 因为每逢贪囊地劫 投机热钱像是水淹金山寺一样 一过端午节之后 像是水淹金山寺一样 这实在是让人家觉得怎么样 卖早了嘛 好像好可惜哦 我看到网路上很多朋友说 哇 我昨天刚跟一百多万插身而过 有人说我刚跟几千万插身而过 在贪囊地劫月里面 他会出现这种让人性 在那里挣扎的这个情况 所以老师跟大家讲 好 这个子午相冲啊 心情很难平静啊 那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全部啊 什么叫贪劫相随一如影 到今天以前 你大概都还没办法体会 到今天为止 你还没办法体会 因为他看到七月二十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惊涛骇浪玉小船啊 那大概这个心情 大家是一定有的 患德患思患真情 那在这个当口 这个水淹金山啊 这个热泉像水淹金山寺一样 这是要怎么入定啊 真的是太难 太难了 这个贪囊很难 去年两个贪囊也很难 也很难 那不然干嘛六月二十号就先给各位打针呢 对不对 那六月二十九号我也跟大家说了 贪囊地劫 不单只是 这是我们传真稿里面 一小部分的内容 我说不只是做多不利 要小心啊 放空的也是啊 你看今天这个抗疫概念还在涨吗 都没有他的份啊 他放空电子可以吗 那这就很吃亏了 所以就大盘来讲 那这个倒没有什么模糊地带 7月1号给大盘确认 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确认多方讯号之后 到今天是一万两千一百一十六点 那大盘到了今天啊 7月6号 哇塞 爆量两千四百五十四亿啊 上市贵有九十二家掌停板啊 哎 最小的白色 像青菜绿绿绿的都在贪 对吗 哎 对 这个就是贪囊 热钱水漫金山 朋友们 朋友们 水漫金山 你真的能够入定吗 要怎么样才能够入定呢 好 那么很简单 显然要有事先规划 对不对 什么时候 那个会贪狼再起 OK 那7月1号 已经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分享了 老师在传真稿 这个非常珍贵的传真稿的规划 到了6月30号是压缩的最后一天 13天 对不对 6月30号已经是压缩的最后一天 对不起 7月1号是最后一天 就要突破了 就要突破了 那所以呢 到这个地方开始 7月1号给大家预告 确认多方讯号开始 哎 那也确认了怎么样 开始要去 前面在那边晃来晃去嘛 对不对 6月18号已经看到了嘛 然后前面在那边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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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0.065了嘛 那我说 叹堂地节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做 因为不要做你会受不了 你会受不了 那所以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最最有效率 对不对 没办法走来走 怕来怕去 到底要不要继续再追 7月1号 而这一天就是最好 对不对 那来到这个地方 我说 在6月29号 我告诉大家说 不是说不能打 不能不能做 但是在于懦战 什么叫懦战 我要再从头解释一遍 要花好多时间 懦战的意思 说代仪好了 就是要懦战啦 懦战一个 懦战一个 这样啦 懦战 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 所以就是跟它短的嘛 你就是跟它短的嘛 因为如果朋友们没有规划 你不晓得后面地节在哪里 通常最痛苦的时候 都是伴随在最快乐的时候后面 所以我说 怎么去懦战 那会比较有效率 OK我们在上个礼拜六的节目 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在粉丝团 我也讲过很多遍 我认为这个比较有效率 这11900点的看多选择 选择30点买进的嘛 对不对 那到了7月2号 翻三倍了嘛 卖出一半 对我说贪男赛奇 要贪不如贪三倍 哇那你今天再看 哇老师还不止三倍 哇变八倍卷了 你还贪吗 对不对 到了这个地方 30点跟250点差了八倍 你不要告诉我说老师 就是鼓励你说今天再去贪 那这样子对不对 就不负责任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事先预告 这个机会有没有在7月1号预告 有嘛 好吧 那贪就贪了 贪就贪了 但是贪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里很多朋友啊 会开始有患得患失这个情况 因为北熊炸了 对不对 卖太早了 诶 主力就要你这么想 主力就要你这么想 因为没有看到老师的规划的朋友啊 很多可能如果不是老师粉丝团的朋友 那可能他根本没有预期到会是这样子的 根本没有预期到会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一意外 因为是出乎这个没有规划的人 他的意料之外 这时候他就会怎么样 情绪就起来了 情绪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 患得患失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7月1号给大家预告的这个行情 当时是还没发动 那已经跟大家讲了 贪婪再起啊 也给大家 告诉大家 报告大家 好 我们是怎么贪 但是老师的贪 跟大家的贪不大一样 我的贪是因为我知道 在这一份规划底下 下半部要走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下半部要走什么东西 这只是上半码 对不对 现在验证到这个地方 7月6号只是上半码 那现在朋友们 需不需要下半部的规划呢 事先规划要不要紧 重不重要 准不准确 是不是 那朋友们再去把7月1号的节目 再拿出来一看 把当时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规划 一看 像毁过头来说 当时要是跟着老师做 对不对 要是跟着老师做 三倍券 五倍券 八倍券 有了吗 那你有了 你就怎么样 人就是这样 你起码得到一部分满足嘛 你就不会在那边患得患失 对不对 那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今年还是破军年 我们在3月才刚刚经过那个不合理的碟市 对不对 老师在1月18号给大家预告 不合理超乎预期的什么 涨市或碟市 1月18号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今年 变变了 军事冲突到现在 还在南海演习 还在擦枪 还没走火 是不是 那大家都很忙 全球散户都很忙 大家忙着买股票 买股票来到这个时候 最容易让人家怎么样 起什么念 贪念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老师为什么在 为什么在七月贪囊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那我们怎么样 诺战嘛 不然都没有 你会怎么样 两手空空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不是说 你被他聊 被这个阻力撩起来之后 我现在杀在黑白图了 那不行 那你就中计 对不对 不要忘记说 今年还是破军年 老师在1月18号给大家预告 破军年 前面一个 前面一个 美国 美国 美国股市 超越预期的跌市 老师在2月22号给大家预告 那我已经跟大家讲过N百次 我2月22号这么跟大家讲 我今天还是这么跟大家讲 对不对 当时出现的惊人大修正还不算崩盘 真正的崩盘还没来 你会看到 好吧 不要告诉我 等等2022年再看到 没 没 我都看不上去 没 没 大概这么久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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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间有很多什么 魔鬼细节 对不对 你记得当时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当时讲这句话 我说不算崩盘的时候 跌到那个地方 那个 很多朋友 投资朋友 把我骂了错头 等到涨回来了 涨回来来知道说 哦原来老师说的 真的是这样 真的实在是想不到 实在是超乎预期 好了 那美国股市 现在 当然早就已经创新高了 早就已经创新高了 对不对 这个创新高的动作 从什么时候开始 老师给大家预告 3月21号 七杀月变盘开始 对不对 传人稿里面有没有美国股市 绝对有 你没有美国股市 你没有大陆股市 你分析不出来 它到底 这个风狗浪 中间要怎么走 什么时候要把大家 再撩起来一次 什么时候 这个撩到底要撩到什么时候 然后结束 才开始所谓的崩盘 当然这个美国股市的规划 也早在里面 只是说 大家经过这几天以来 你不觉得说 从这首诗里面 要去做想象 尽管老师也用了2019年两个滩糖月的例子 对不对 也讲了五次 但是 投资人现在 我们的粉色朋友现在心情难平静吗 对不对 那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 还是一个事先规划 对不对 还是一个事先规划 你在六月十八号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准备 你到今天你一点都不惊讶 你就是说暗表操课 对不对 暗表操课 但是我跟大家讲 来到这个地方过新高 很多朋友问我说 老师 这要关于台股过新高了 这个还会跌嘛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他刚才跟你说过了 我要怎么让你超乎预期 我要怎么样让整个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 因为这个涨势明显不合理嘛 今天不要说我们 这很多大陆粉丝朋友 今天也来问我说 老师啊 怎么回事 这长得不合理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好奇妙的事情 本坡走势 日本跟韩国都没事情 很平静 只有大陆跟台湾股市 是同一天发动 想一想 这个我不能讲 我再把刚刚的话讲一遍 你有没有想过 本坡走势 为什么人家同样亚洲股市 日本韩国都没动 没什么动 我们谁跟着我们一起动 我们跟谁一起动 大陆股市 为什么 排在破均年的剧本里 那么这会儿你说 散户这个暴增啊 散户这个贪婪的情况 已经来到贪婪月的贪婪了 我告诉你 所以说不是只有台湾 不是只有台湾 新加坡一样 日本一样 菲律宾一样 印度一样 可是 可是怎么会有一个呆子 每天在那边定存TR50法 你是避险 你避险避到290亿 会不会避得有点多了一点 对到7月3号 那升级股在持股转让什么意思 马化腾他是台湾 这是很多道理 我常常跟大家讲过 真理并没有改变 但是真理的验证到真理那个过程 都很魔鬼 都很魔鬼 很多回合就说 那老师那这台反弹近世回生啊 当然是啊 反弹近世回生的意思就是要让怎么样 让所有的人都把它认定是回生嘛 那要怎么做嘛 美股过高很正常啊 在规划里都还很正常啊 只是我们知道 我跟会员知道这个细节 你要换到什么时候 中间细节怎么样 对我跟大家讲 超乎预期的跌势之后 又有超乎预期的涨势 你来一个超乎预期的大头顾正常 又有什么好奇怪 对我是不是在6月6月 他就提醒大家 这反弹近世回生厚厚厚的套路 你还要考虑到 那这七八月还够除全息 对不对 今天搞到九十几家涨停 那再来挣扎 这就晚 对不对 但是还好老师是不是在7月1号节目当中 就把规划给大家看 对不对 那这个贪囊递节 它不是崩盘月 就算递节了 也不是崩盘 那问题是 破金元崩盘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递节 上半部给大家分享 我们验证 对不对 那下半部 对不对 这下半部你要不要 跟着老师一起来掌握 这上半部而已 这规划只是上半部而已 这台子旗的规划只是上半部而已 那下半部要不要跟着老师一起来掌握 要不要跟着老师一起来掌握 我给你讲这个有时候 走对跟走错就在那个十字路口 就在那个十字路口 所以呢 到了今天 92加涨停板 大盆爆料 我要对空军的弟兄们说 我也要对多方的弟兄们说 这个时候 你该把电话给拨通 是时候来看下半部规划的时候了 事先规划 事后验证 二十多年全台见证 3D波浪事先规划 一定要跟着老师赶紧及时掌握 电话一定要尽速拨通 02-2781-0909 02-2781-0909 今天节目先到这个地方 So 已经忍耐不住在养的朋友 一定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